好,我们来讨论那个作业的部分 这个是元素周期表的那一张 The diagram shows the periodic table W,X,Y,Z分别是哪一个是 Metal,哪一个是Nun-Metal 还有哪一个是Inert-Gas Inert-Gas就是我们CO7体 一定是在最后一列的 所以Z呢,肯定是Inert-Gas And then呢,它是靠有一个TG这样子的 TG这样子的,右上边 右上呢,就是属于Nun-Metal 所以看起来只有Y是Nun-Metal W跟X都是属于Metal 好,这题我们看一下 W是Metal,X是Metal Y是Nun-Metal,还有Z是Inert-Gas 当然我也接受 我也接受这个Nun-Metal 因为Inert-Gas也是属于Nun-Metal来的 所以虽然我两个答案都接受了 以防有同学在那里跟我吵 当然考试的时候你不要选 最好还是不要选Nun-Metal 所以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老师的标准 还是会要你选Inert-Gas Nun-Metal的它会给你错的 我这边很好心给你对 但是考试的时候它会给你错 Doesn't mean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bout classification of el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对或者是错 为什么只有一题 我发现到它作业里面出现的 好像都不是这一张的 所以我只是把最后一个 跟我们相关的拿出来 所以Gas are often foun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eriodic table left side left side是金属 金属一般上是固态的吧 金属一般上是固态的 所以气态的好像都是在非金属那边 非金属也不是所有的都是气态 它有一些是固态的 那你看华文版本的会更加更加详细 你会看到它十字旁的就是固态的 然后它气态气字旁的都是气态 右上角的很多都是 比如说这一边好像都几乎都是气态 只有比较偏下面的 很像伏绿秀 秀是三点水的 秀是唯一一个非金属是液态的 其余的都是气态或者固态 伏绿秀点爱 点跟爱就是固态的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区分 left side是Gas 应该是Force的 应该是right side才对 应该是right side 可以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